一个试点村将打造三条 负贷五十百年 桌子文化、桃花鱼 茶文化产业等特色的 乡村振兴市范线 通过可复制可推广的融合发展楼市 武夷市平均的地方 已经全面脱贫 武复镇新咸村等 十一个贫困村 完成了脱贫摘帽工作 今年中国国家财政部 将武复田园综合体 列入国家级村的 以农村生产生活生菜三生同步